去北投有一间大楼 在上午金床火警意外 有上百名的住户急忙疏散 那么第二月监视器画面之后 发现是住在六楼的一对母子 他们剪断了瓦斯管线 还从门缝丢出了艺燃物品 不过警方将母子俩带回警局做笔录时 他们声称自己并不执行 北投一出套房内 突然从房间的门缝里头 丢出一罐艺燃性物品 紧接着第二次再扔出塑胶容器 几秒后引发火事 浓烟也从走廊上串了出来 不想住户闻到不明气体 赶紧打依旧急忙疏散逃生 面的那个磁砖都已经爆裂了 那个主委就在灭火 他说火灭了火灭了 可是赶快走 因为整个全部都是烟 早上接近七点钟 这处大楼一四传出纵火事件 警方调阅监视器上门搜索 这对纵火的母子坚决不开门 警方进门后甚至闻到浓浓瓦斯味 由于纵火行为 已经成了公安事件 警方也随即将这对母子 带回警局制作笔录 这个流离台下方的一个瓦斯管线 是被很明显的是被一个力气 力气来剪断 那我们现场也有查扣到 疑似一把是凶器的一个剪刀 那我们也有做查扣的动作 这对母子他们是表示说 他们没有任何的意图 而且他们也表示不清楚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虽然母子两失口否认 但画面会说话 想赖都赖不掉 至于纵火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但万一依然吸引物品 引发大火 这一烧绝对不是开玩笑 索性民众疏散快 警消也随即扑灭火势 才没酿成严重意外 借我得马日关